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较往一年我们结婚了 婚后我们生了一个女儿 今年八岁了 婚后的生活就是一地鸡毛 没有最糟心只有更糟心 糟心到几点后我们选择了离婚 离婚后女儿归我爱人抚养 我曾尝试复婚 但是妻子一直不肯 之前的婚姻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样子 我不知道今后该何去何从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哪家民小颜三十四岁 来自天津自由职业 哪家民小家三十四岁 来自天津自由职业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我刚才用了一个名词 叫有请这对情侣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恰当 不恰当 应该用什么 我们就是两口子 两口子 对 有结婚证吗 没有 那怎么叫两口子呢 曾经是 那就是前夫和前妻 是这意思吧 是的 孩子现在跟谁 孩子现在跟我 孩子多大 八岁现在 那结婚至少得九年呗 我们是2013年的5月25号结的婚 那什么时候办你的离婚手续呢 是在20年10月份 现在你想复婚 对 您不太愿意 是的 那我们先把这离婚这点事说清楚呗 好不好 好 为什么离的婚 我们两个人结婚以后 没想这么早 要孩子就想过一下二人的世界 但是我的婆婆就一直催着我们赶紧生孩子 那意思就是我们趁年轻 然后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就是我觉得我妈当时的想法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妈当时五十出头 身体也好 她呢也想让我们俩早点生孩子 生完孩子之后呢 她也能出把力 帮我分担一下 后来就在她妈的强迫之下 然后我就怀孕了 你她妈可强迫不了啊 还是自己愿意 还是自己愿意 是吧 然后我就怀孕了 然后在怀孕期间 那个我的孕检什么都是我自己去的 林生的那一天 她才出现 这是为啥 因为当年就是我们对象怀孕六个多月的时候 正好我爸那个时候也得病了 中风了 然后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 然后后期呢也得做这个康复治疗 然后那个时候呢 都是我妈陪着我爸去医院扎针灸啊之类的 等于一直到我对象当时快临检快生的时候 我问的问题你大概没听明白啊 我没有问你妈为什么没去陪她运检 我问的是你怎么没去陪她运检 我挣钱呗工作 我属于做运输的 有时候一出去就是一段时间就不在家 然后我是在医院做的抛妇产 生下来一个女孩 生下来那天 然后她妈妈才去医院看了我 三天以后 然后我就回到我妈妈家 坐了一个月的月子 然后这期间呢 她妈妈就来过一个电话 然后她也是只是打过几个电话 就心里有点失落感 就产生抑郁那种 我觉得她的这个性格当时可以说不是这个抑郁的问题了 可以说就是精神分裂了 她好的时候特别好 一发怒起来吧 就是母老虎知道吗 就是那种感觉 当时呢 我的丈母娘也给我很大的压力 就说 哎呀 我女儿已经嫁给你了 你应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这有啥压力的呢 就是她就跟我说了 你就得应该过来陪她 但是我又想了 这孩子奶粉钱 包括尿布湿 这个等等这些费用 又得我去挣 男主外女主内嘛 我就希望她多去分担一下家庭的这种内部的这些问题 后来呢 然后后来就是她把我接到她妈那儿了 我跟她妈的矛盾就出来了 比方说就是我因为抑郁嘛 我睡眠不好 我就跟她妈讲 我说我尽量就是白天喂奶 喂孩子 然后晚上就让我 就睡眠好一些 然后好几次都是半夜 孩子一闹会 然后她妈就推我 不给孩子充奶粉 就是非得让我喂 我就特别想睡一个安稳的觉 她妈妈可能就不理解 但是我妈妈这块就特别理解我 其实我妈当时那字 她的思想就是 想让她母乳喂 我是真不想跟你聊天了 你知道吗 就我听来听去 等于她嫁给你妈了 生娃是你妈逼得她生 对吧 整回家坐月子 在自己娘家坐的 接回家之后 晚上还是听这么个情况 是婆婆赔睡是吧 你干嘛了 我工作呀 哦呀 您这工作真是忙啊 真是忙啊 我的工作就 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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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肯定机缘就更深了 对不对 对 然后就因为有这些小事 我就选择出去工作 我觉得我出去工作 可能接触的人多一些 我心情会好一些 我就上班了 对 她上班 但是家里她也没放下来 她搁家里放个摄像头 我也不明白是 她不相信我妈呀 还是说担心孩子 一个是担心孩子 一个就是我曾经看见过 她妈妈就是 漆完那奶粉 然后那个奶瓶也不怎么 刷干净了 就奶字还在上面了 那不都臭了吗 那奶瓶 然后就是有时候孩子饿了 然后哭闹 她妈妈也不是特别 及时的喂 那个就是孩子哭累了 可能也就不哭了 回来的时候 孩子身体都沙哑了 我看多心疼 因为我妈呀 又得照看我爸 我爸身体也就是 有点后遗症吧 她身体也不变 然后又帮着看孩子 所以说咱家的这种状况呢 它只能说是 你也就不上班了 然后我妈帮助咱 一起去看一下孩子 还有空调的问题 我知道这个老人 可能都不喜欢吹这冷风 这能理解 但是她妈把孩子 捂得也特别热 特别严实 然后空调吧 我说妈咱开点空调行吗 然后她开到29度 那跟没开有什么区别 然后我把这空调 我偷偷调到25度 她妈看见以后 又调回来了 她回来以后可倒好 她觉得这热 然后她把空调调到22度 那孩子一冷一热受了吗 然后转天就发烧了 我们就带孩子去医院 然后孩子刚一个月搭 然后就插出来 这止气管炎 人家大夫说就得输烟 这输烟 这孩子扎哪 只能扎头 那么小的孩子扎头 我看着多心疼 就跟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一样 也一样 我也心疼 但是孩子可能抵抗力弱 当时一冷一热 可能就病了 然后我后面 我就把孩子接回我妈家了 我就感觉从此 好像就过上了 这个丧偶式的婚姻了 这个孩子就快三岁了 然后该上幼儿园了 然后办的入学 是我去的 然后各种亲子活动 我去的 开家长会 我去的 弄得老师都以为我是单亲妈妈了 老师家长都以为我是单亲妈妈了 没出现过这大哥 忙 我是干运输的 对吧 长差短差我得出 我要挣钱 男主外女主内 我不去很正常 是吧 倒也不 不是都正常 但是咱也确实 没有太好的办法 您一个月到底挣多少钱 七千左右吧 这意思 哦 你挣不挣钱 我当时没有工作呀 结婚的时候就没工作 还是因为生孩子 就之前没有工作 之前一直没有工作 然后结婚以后 我觉得我就得 我可能就是因为 接触的人比较少吧 然后天天就是围着孩子转 所以我心情就特别不好 然后再跟 这不是就出去工作了吗 最后出去工作了 工作之后一个月挣多少钱 挣的不多吧 当时就是两千多块钱 也还可以了 也做个补贴呀 然后呢 这个快上小学了吧 现在 学习房买了吗 你就一说这学习房 我就觉得 就是以咱的条件来说的话 为什么我这么 拼命地去挣钱呢 就是因为 想给咱们家庭 带来好的生活 对吧 但是你说这学习房 也不是说 唾手而得的 对吧 他平时就是 有时候会给点钱 但是他给这点钱吧 还不够孩子各种补习班 各种课外课 不是他一个月挣七千多 他给家里多少钱 两千块钱 咱也不知道钱去哪了都 就是有存款 有存款 然后给孩子的一个 抚养费吧 这两年的抚养费 每个月都给两千 有时候像逢年过节 在婚内的时候呢 婚内的时候 我全几乎都给他 全交是吧 对啊 我给孩子买奶粉 买尿不湿这些多少钱 行 那个离婚是谁提出来的 我提出来的 因为学习房而提出来的 对啊 还是因为过去所有事情的积累 一个是过去所有事情的积累 还有一个孩子该上学了 这个学习房也是个问题 我觉得孩子教育 一定要给孩子教育好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就他一说起跑线 我始终没明白起跑线在哪 就是我觉得顺其自然 对吧 这个孩子 他以后的路自己慢慢去走 健康快乐地成长就行 是 各有各的道理 是吧 离婚这也有两年多了是吧 对 两年了 这两年多有联系吗 两位 偶尔会联系 偶尔会联系 对 各自有没有在情感上 有其他的发展 这个 其实我在这两年左右的时间吧 我也自己成见一下 也试图地去尝试一次 新的这种感情 但是始终心还是放不下他们母女 所以他提出来了 对 我感觉我们的关键不同 我就是想让孩子就是现在 从现在开始就是上一个好的学校 教育能好 像幼儿园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特别想让他去这个双语幼儿园 但是总是因为这个钱 我还是这种想法 就是先给孩子买一个学区房 他广围绕的这个 我就觉得跟这个没有太大关系 您现在不愿意跟他复婚是因为学区房吗 还有就是跟他妈妈的一些矛盾比较多 那等于结婚之后 基本上你们俩在一起过日子 就是新婚期间过了一段 对吧 对 然后基本上就没在一起过日子了 这么听下来 对不对 因为孩子到一岁的时候 等于你又回娘家了 对 是吧 那你现在等于吃娘家就用娘家了 是这意思吗 是呢 然后等于嫁了一个闺女出去 又领了一个孙女回来 是这意思吧 是 那你现在有工作吗 我有工作 我现在就是赚钱 然后喂孩子 我就想知道 你不跟他复婚的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学区房的问题 如果有一套学区房 你就跟他复婚是吧 那如果现在有一个男人 拿一套学区房来说 说哎呀 我这儿有一套学区房 我要娶了你 你的闺女就可以用这个学区房 上一个好学校 嫁还是不嫁 我得综合考虑 我得看她的人品怎么样 考虑啥呀 我得看她的人品 看她对我怎么样 对孩子怎么样 是不是真心的 那她对你怎么样 她对孩子怎么样 我觉得她对我还算可以吧 但是我跟婆婆之间的矛盾太大了 别说婆婆 就说她你又没嫁给婆婆 但是我跟婆婆一块生活 你们是不是还住在婆婆呢 是的 我特别想知道 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我想跟她复婚 然后努力 复完婚之后嘛 努力奋斗啊 过好日子 咋奋斗啊 挣钱啊 完了就回去了 这不又回去了吗 这不又回去了吗 没有任何改变吗 她要求的你一样都达不到 对不对 陪伴你给不了 要挣钱 既然挣了钱 她就要看到钱 钱又挣不到 那咋讲 我 尽管能到头时间 然后 陪伴他们 接下来问题就来了 你要的大概不是陪伴的 嗯 我要的 其实还是就是 为了给 因为现在有孩子了 所以 你要的是钱啊 你要的也不是人 昏复了 假设昏复了 又搬回了 你母亲啊 对吧 他们俩还是那么大 他们掐 你咋办 你又长期不在 你要去为生活而奔忙 我 现在也有些存款 我想签 就是独立的买过的一套房 就是我们三口去生活 你的存款都够买房了 就是 首付这块还可以 哪来的钱呢 就是 这几年嘛 挣的嘛 你不是还离婚两年吗 我现在几乎 可以说就是连着算 大车下了之后 上小车 六日也不歇 所以如果他买了这学区房 你会复婚吗 我可能会卡在哪里 你看 还是钱和房嘛 对吧 听起来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可能觉得 说这个前夫哥呀 没有考虑到妻子的感受 没有做很好的陪伴 所有的中心都围绕在挣钱 还替你铃不平呢 但是我们听一听就发现 好像 前妻妹子 也有很多不道之处啊 这日子好像不是她一个人 和你婆婆搅合 你也没英顺嘛 你独立过吗 你心里还有她吗 咱把钱扔到一边 说实话 原来还有 因为这两年 我感觉我们的联系也少了 然后呢一直都是我自己带着孩子 我也没有心思去考虑其他的东西 所以现在心里是离他 你要跟他复婚 是因为我真的 现在我觉得 我在找一个人太难了 不如把他求回来 我们在一起混日 或者叫过日 还是因为你心里还有他 一定要说实话 别骗着 这些人 这些人也考虑孩子嘛 考虑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吧 这个话我们听到很多 很多人说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那这个家里应该有 一个天天看不着的爸 一个每天抱怨 你输在起跑线上 是因为你爹没有给你 奋到好生活的妈 你觉得这个孩子能健康成长吗 我只是这么一问 你们可能有你们的想法 你们今天老师们的建议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修比特问卷 前夫刚才说 无法忘记前妻 也无法接受别人 感情依然在 所以向复婚 但是 我感受到你的前妻 他复婚的意愿并不强烈 他刚才说的上午是婚姻 在你们身上是非常明显的显现 忙赚钱 难道就不能兼顾家庭吗 难道不能表达 对他的关心和呵护吗 行动上不行 你嘴巴上有吗 他这一种失望 离婚有一些冲动 但是这就是你们平时 积攒了这么多矛盾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如果说真能接受这个男人 可以考虑复婚 如果婷景是一套学区房 赵川老师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你 你们两个人真的要重建的 是婚姻自信 更要重建的是将心比心 相互真诚地去爱 爱这个字在你们身上太缺少了 谢谢 谢谢包黄秀 曲总 如果男生想付婚的原因是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你不需要付 你现在 你目前 你离婚两年 你跟孩子交流有多少 陪孩子时间有多少 也不多 就是啊 你们俩之间都没有什么联系 孩子跟着他 你有跟孩子之间有什么沟通啊 想和给孩子完整的家 其实就是完整的父爱和母爱嘛 你想给可以给 未必需要结婚 想给孩子一个学区房 是吧 你争啊 你去努力啊 这不仅仅是他的事啊 妈没有责任啊 你去努力做了吗 可以给孩子学区房 你只要愿意付出的话 也不需要复婚 复婚是一个假命题 好像你们复婚了 在一起了 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吗 错了 反而你们的问题会更多 你们夫妻九年的感情 我压根没有看到 都是在挑对方的问题 我认为你们第一次结婚是冲动的 生孩子也是冲动的 这次复婚 千万不要再冲动了 要自己真正出了错 当你有了对这些婚姻 对家庭真正的责任感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才可能去谈复婚 但复婚之前 你们两个人要再一次谈恋爱 谈感情 任何矛盾都会基于感情得到化解 所以搞清这个问题 你们再去谈 该不该复婚吧 好吗 就这样 谢谢曲总 叶老师 压根就没有什么感情 也别提修复 所以我理解他 为什么现在就只说 那你要有学区方 咱们再考虑 没感情了 哪有什么跟你说感情了 我为了孩子 我为了孩子 能有个好的教育 当然这个未必是对的 你要能拿出学区方 我考虑 只是为了他 合理的情感 分较不容易 我理解任何事 但是我不清楚 孩子有孩子的人生 在他未成年期前 你对他保证 但不是中规的社会 是一个独立的生命 即便有了学区房 一间的学区房 你住着快乐健康成长 所以既然这个男人 让你讨论你 你应该这个是做好自己 做好孩子的女生 让自己看 孩子能有开乐成长 做的 而不是那个女生 你就好好把他 把爱给他 把你的独立坚强 这就是对孩子 最好的教育 其他的什么都不必要 所以先生 我觉得你 你不用扶着我 你不是那么忙吗 一月更新兴 你也没什么 人家别的女人 也不愿意赞给你 那凭什么别的女人 别人赞给你 你不想爱 好好说话是吗 你什么时候能够 进到一个做账族 做到一个做爸爸的责任 你再去找他 你现在哪来的勇气啊 什么我要赚钱 你赚钱生财的时候 少赚了一月的钱 你家的科学给什么了吗 晚上能去陪这妻子 孩子给他喂个业呢 你就赚不到钱了 大连不强 还在游泳 说我要出生 我要美丽满房子给他 人家缺得紧紧去房子吗 跟你谈房子了 还是给你一个金的贸 要我能付贸的贸 所以当你终于愿意拿去 重新爱心时间经历 去陪伴这个年龄 再去房子 你现在应该这个事情 是这样吗 谢谢阎老师 小彤老师 你们两个 啃老啃的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的人 在这里谈人情谈爱情 你们不觉得很丢脸吗 我先说一下女方 你从结婚开始就没有工作 包括结婚前也没有工作 你不知道赚钱有多辛苦吗 你刚刚跟她在一起生孩子以后 你说孩子这边未来的时候 你婆婆不体谅你 那你有体谅过你公公在病床上 婆婆还得照顾老人 还得照顾你孩子 还得照顾你 你体谅过她的辛苦吗 你妈妈既要照顾你 还要赚钱给你花 还要照顾你的孩子 那你有体谅过你妈妈的辛苦吗 你说你陪孩子 我就想问你为孩子做了什么 你老公一个月占七千块钱 你说不 我非要让我的孩子 上双语的幼儿园 如果你真想让孩子 读双语幼儿园 努力去赚啊 你干嘛找他要 还有一个 你说你想买学区房 你告诉我 学区房还要花多少钱 你有考虑过吗 你考虑过现实情况吗 你没考虑过 你只考虑 我想要 你们必须得给我 所以我说 你啃老 你既啃你爸妈的老 啃你婆婆的老 还要啃她 同样我要说一下男方 你知道你妈照顾你爸很辛苦 你有给过他们钱花吗 你有体谅过你妈妈 照顾你爸爸很辛苦 所以晚上孩子奶 应该你自己来喂吗 没有吧 你满口说我妈好辛苦 你体谅过她的辛苦吗 所以你们两个人 真的配做子女吗 不配 配做父母吗 也不配 那你们这样谈什么 要复婚的事情 先好好把真正的 做子女的责任先担起来 所以两位 我不建议你们先复婚 因为你们两个没有长大 没有作为父母 没有作为一个成年的男人和女人 组合家庭的责任和能力 没有这些能力 就没有资格谈复婚的问题 谢谢周老师 小鹏老师刚才那几个问题问得挺好的 学区房多少钱 双鱼儿园一年多少钱 咱老百姓就不能实实在在地过日子吗 什么样的学区房能比得上家里面的一个小厨房 比不上 给孩子营造一个读书的氛围 要你花钱 不需要 有爱就够 复吧 复婚吧 复婚最后就害孩子 然后害两个人自己 然后再把那四位老人家在一起害 两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 碰在了一起 你现在离开你父母的帮助 你过得下去 你二个男 你离开你父母帮助 你一个人带你家的姑娘 你带得了 来不得了 你呢一样 那还有啥你们自己看 两个小孩过家家 要过 你们接着过 你们就别再和和其他人 你们俩好好想一想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就是我希望 就是咱们都认真的考虑一下 我刚才也听了几位老师发言 我从中呢也学习到了一些 就是我一定要做到 做老公的 做父亲的责任 然后呢要有时间去陪伴你们 我希望呢就是你一定认真考虑一下 咱们呢 咱们呢共同的去 维系和创造这个 咱们的这个属于咱自己的小家 我希望你能够 回来 真的 真心的 我考虑考虑了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谢谢你们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通过 今月APP 天津APP 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 客户端 观看本期的节目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登陆抖音 搜索爱情宝贵站的 官方直播间 并添加关注 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 八点到十点开通的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 会在线帮您答疑解破 你们还有机会 连麦他们 来吧 薄红兄 爱没有修复 修复婚姻有何用 男出女不出 我觉得薪许两个人 都会出来 因为他们还得再学习 如果他们真想 谈恋爱的话 出来并不意味着 一定要复婚 可能有在一起的可能性 那我觉得就双部出吧 两个人再去 深入地思考一下 现在谈复婚还早 我希望他们双部出 咱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记住小彭老师的话 心疼心疼你妈 还有话跟她说吗 就希望她 就能够认真考虑吧 谢谢你 小彭老师